一大早早餐不要吃太多 因为我们的大脑才刚熟 那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一早起来的时候 可以补充一些温水 喝下去的时候来刺激我们胃 引发肠胃反射 让我们肠道可以开始舞动 薄荷油按摩你的肚子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 所谓的早起排便的问题 我们常在门诊的时候 常常会有人说 黄医师我到底要怎么样 在出门前 然后一早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顺畅的排便 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 我前一天吃的东西 消化完之后那些粪渣 我不想要留在身体里面 如果一早出门 就可以把它排掉的话 就觉得这一整天都非常的舒畅 通体舒畅的感觉 可是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呢 那我们今天就要聊聊这个话题 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就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哦 好虽然一个人拿的排便时间跟频率 其实跟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 有些人会固定在早上排便 那比如说像我本人的话 其实我比较没有一定频率的时间排便 就是哪一天的那个时间 但是我可能尽量会在一天或两天之内 就会有一次排便 那稳定的排便频率 其实是帮助 也可以帮助我们肠道维持 比较稳定的肠道菌相 对我们肠道的健康 其实有一定的帮助 那通常我们很多人 一开始早起会想要排便 也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的大脑其实就像一台电脑的CPU一样 当你醒的时候就像你电脑开机 它就会开始进入运转的状态 然后当身体大概醒了 大概十几分钟之后 你的大脑就会快速的运转 那大脑开始运转的时候 你也会促使我们肠胃道开始收缩的速度变快 所以你的粪便就开始往前 那再就是当我们 你会觉得说 当我们吃完早餐或喝个咖啡 我的肠胃道的蠕动好像会变得更快 是因为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胃部收到讯息 那它会其实会引发我们的胃肠反射 跟我们大脑说 你的大肠也是可以开始蠕动 因为我们要腾出一些空间 因为你要吃东西的 吃完东西的那个残渣 会再进入到大肠 所以其实不论是你身体醒来 你的大脑醒来了 还有你或者是你吃东西完之后 这些动作都会让你的肠胃道开始蠕动 你就会有想要排便的这个动作开始 好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我要早起排便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达到这个目的呢 那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一早起来的时候 可以补充一些温水 就是当我们不要太烫口那些温水 大概300cc左右 你喝下去的时候 它会让身体就是温暖起来 然后也会利用这些水来刺激我们胃 让引发肠胃反射 让我们肠道可以开始蠕动 那你也可以帮助你 达到早起就可以排便这个习惯喔 那第二个方法呢是可以尝试喝点咖啡喔 根据2022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呢 其实有将近三成的人会因为你喝咖啡就会有排便的欲望 因为一杯普通的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呢 其实就可以刺激你肠味道的那个肌肉收缩 然后让你的肠道开始蠕动 然后促进排便 那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其实热茶其实也有相同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说那我就是对咖啡因过敏 我不能喝热茶不能喝热咖啡怎么办呢 那其实还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是温水加柠檬或者是生姜茶 这些都有类似促进肠胃道肌肉的蠕动的效果 那会有人问说那黄医师我可以早餐的时候来一点水果 或者是蔬菜之类的吗 非常好 就是其实我讲坦白 台湾的早餐蛮多都是淀粉或热量非常高 其实我比较适合建议的早餐呢 会建议就是以纤维素比较纤维脂比较多一点的 比如说像我之前去欧洲旅游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早餐吃得非常健康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比如说香蕉啊奇异果这些水果苹果 当早餐然后配一些沙拉或者是优格加果干 或者是燕麦就是加牛奶这些 这些就是在你的早餐里面添加适当含量的纤维素 那这些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部开始蠕动 然后给大脑訊号也同时刺激我们肠胃道蠕动 这其实可以帮助你一早就可以有排便的习惯 但是我们也会建议一大早早餐不要吃太多 因为我们的大脑才刚苏醒 我们整个身体才刚清醒起来 你一下子给喂太多的食物的话 它其实也会造成它不适的状态 所以如果说你的早餐可以加一点纤维素 比如说一些青菜沙拉或者一些水果果干优格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早起排便哦 那你可能问问说好我早上都已经喝过水了 喝过咖啡或吃过早餐了 那我到底要还有可以做什么 可以帮助我可以养成早起排便的习惯呢 那你可以来一点适度的比较轻度的运动 或者一些知识上的调整呢 也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效果哦 比如说一些早晨的散步啊 或者是瑜伽或者是腹部的按摩 我们以前常常医院都会跟病人说 你可以用薄荷油按摩你的肚子 或者是做一些半蹲盘腿的动作呢 可以放松我们的骨盆腔的肌肉 然后也可以刺激我们肠胃到那些肌肉的收缩 也可以达到养成早起排便的习惯哦 好总结一下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的排便呢 其实到他有他一定的规律 不是说我大便 我的大肠里面有大便 你就一定会排便 而是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肠道 其实有个脑长手在控制 我们的大脑会告诉我们的大肠说 现在是适合把分辨推出去的时间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生理时钟的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去旅行的时候 会好几天没有办法排便 是因为可能他的大脑也会跟身体说 现在不适合排便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的肠道有自己的时钟 然后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节奏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方法来 让他有一个比较顺的或者比较好的节奏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哦 好我是大肠子肠外科黄玉淳医师 如果你有相关肠胃道疾病的问题 或者是肛门手术或肛门疾病的问题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哦 也不要忘记忘记 订阅我们的频道 继续观赏哦 拜拜 喜欢这个油脂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报红钱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